哈喽大家好是宁静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印度神童阿南德 关于他的神奇预言故事呢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阿南德呢之所以被称为神童 是因为年仅14岁的他 已经取得了草药微生物学研究生学位 并学会了多种语言 如英语、凡语、泰明尔语和信德语等等 阿南德从小呢就对天文经书感兴趣 他在研读经书和不停的求学下 成为了一名超级灵验的少年语言师 阿南德此前呢因为预言中共病毒的爆发 而在网上曝光 让他在大众的视野中不断的刷屏 从而使得他过硬的预言能力 也迅速打开了知名度 阿南德在今年7月12日发表的预言中呢 曾大胆的预测人类将会迎来一场 大型的浩劫 当时这个预言引来无数人的惊慌 这个预言呢我们在前一期的节目当中 也给大家分享了 请大家不妨再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阿南德在11月份 也就是2020年11月上旬啊 最新出炉的这个预言 阿南德这个最新的预言呢 是针对未来一年的天象 与世界局势发表看法 同时呢提供应对之道 阿南德在2020年11月上旬发表的最新短片中呢 对未来一年提出预言与解决方案 他表示呢 从2020年的6月30日以来的几个月 整个世界的疫情与经济出现了好转 但木星在11月进入摩羯座 灾难将再次开始 大家注意到了 阿南德这次呢又强调了灾难再次开始 整个世界呢将是在2020年11月又进入了危险时期 那么这个危险时期呢 我们理解为就是阿南德在7月份所说的大型的浩劫 也就是大劫难 而与此同时呢 马蒂亚胡格拉兹森拉比 这位研究圣经密码的专家呢 近日他不仅找到了关于美国大选舞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还说明了这次若舞弊成功将会招来世界末日 格拉兹森呢为此做了一个视频 格拉兹森拉比呢在这个预言视频中告诉大家 美大选左派舞弊恐招末日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2020年呢是妖魔鬼怪奇限型的一年 美国大选的精彩程度呢 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的影视剧 既热闹惊险又伏笔重重 暗流涌动 这是上天呢给个机会让美国民众看清楚谁是魔鬼 这样呢才能知道如何捉鬼 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协大战正在惊心动魄的展开 拜登们呢从大集团那里募捐了三倍于川普的钱 他们不做竞选集会 却用来搞选举舞弊 用来抹黑搅局川普 这四年来民主党人不择手段的以各种方式 阻挠川普总统的正常执政 对其抹黑攻击贬损 现在呢又在通过大选舞弊呢实施政变 我们必须得说呢民主党在川普总统执政的四年中 从左媒的宣传中大众是很难得知川普总统的政绩 但是我们呢却总是能听到关于川普总统的各种捕风捉影 毫无证据的造谣重伤和抹黑诬陷 而结果呢一方面是这些谣言到最后都没有结果 另一方面造谣的一方也没有得到什么应有的结果 总之呢不了了之了 可是这次大选的舞弊现象证据如此之多 如此确凿 却被各大所谓的主流无良媒体们给一面倒的压下去不报 这时人民才发现了这些媒体不是在反川普 而是在反美国 是要窃帼 那么格拉兹森说呢在洪水之后 上帝应许他们不会再通过洪水毁灭世界 但在弥撒亚到来之前的日子里 作为净化的手段 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将灭亡 格拉兹森拉底警告必须阻止左翼议程的实现 也就是左派窃取政权的阴谋必须被阻止 否则中共病毒大流行或导致末日 就像圣经中的洪水一样杀死大部分人类 而大家想一想 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将灭亡 这不是灭顶之灾吗 格拉兹森的预言是不是刚好与阿南德最新的预言完全重合了 看到这里呢你应该也会觉得很惊奇 但是也许有人会说这可能只是巧合吧 可是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巧合吗 如果大灾难真的来临了你怎么办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再往下看 看看阿南德在最新的这个预言中还提到了什么 阿南德提到呢2020年的11月20日到11月29日 木星进入摩羯座 而12月19日到12月28日 木星和土星会相会 他们合向面对地球 这会给地球带来空前的大灾难 从战争流行病第二波中共病毒疫情到经济崩溃可能都会发生 而正在研制的疫苗也绝对不是他所提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阿南德说在2021年2月之前 多个行刑相会所引发的灾难将显现出来 直到2021年11月木星进入宝瓶座 大多数这些天象变化引发的灾难才会逐渐消失 阿南德在这段短片中提出了七个趋极必凶的方法 第一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对神的信仰 他希望人们尽管持有不同的信仰 但不要互相伤害 我们要秉承自己的信仰 完全相信自己的神 我们要站在一起来对抗这些灾难 而不是互相把对方区分开 另外呢他还说我们媒体和政府在向我们传达一种恐惧的信号 让人们恐慌 他强调不要恐慌 鼓励人们走出去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倒不是要成群结队聚集在一起 但是要让社区充满生气 而且要互相鼓励打气 不要搞负面的东西 而且他还提到了技术 关于科技呢 他认为人们是可以运用科技 但不能过 比如人机相合 那会将给人类带来损失 他最重要呢就是将爱 阿南德把对神的信仰呢 略为是化解灾难的第一个前提 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一件事 在2017年的9月 超级飓风爱马 侵袭美国福州 那么预计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风暴 爱马登陆前夕呢 福州州长史考特 叫Rick Scott 在电视新闻上敦请全国民众为福州百姓祈祷 而川普也在大队营率领内阁成员前程低头向神祈祷 最后奇迹发生 飓风路线突然偏移 飓风中心避开了人口稠密的迈阿密 改由福州西部沿海地区登陆 并且强度快速减弱 而原本预计出现海水倒灌的地区 竟因风向改变 反而出现了海水消失 海床落露的罕见器官 这就是神迹 那么很多人呢也一直不理解 川普为什么能创造这么多神迹呢 同时闯过这么多难关 其实就是这样就像阿南德强调的一样 对于神的信仰 川普呢多次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在美国我们不崇拜政府 我们崇拜神 川普这句经典宣言呢 幻想了许多美国民众呢 对于神的信仰 川普是一个虔诚信神的人 每当遇到难关的时候呢 他都转向神 请求神赐予他智慧勇气和力量 我记得呢我看过一个视频 当时呢是川普总统邪夫人梅拉尼一同进入大厅 当时那个大厅首位呢是给他们二位留的 他们旁边是奥巴马夫妇 而奥巴马夫妇紧挨着的是克林顿夫妇 那么这个两对民主党的夫妇呢 尽管是含着笑啊 但那笑里是藏着刀 藏着忐忑 藏着诡计和虚伪 藏得再好呢 也是见到了大川普时 不小心泄露到了脸上 川普和夫人慢慢坐下 川普的表情里能看到孤独 他知道坐在这里的很多人都不是他的朋友 但是紧接着他双手手指交叉低下头 我想呢他一定是在祈祷 过了一会儿呢 当他抬起高傲的头颅的时候 那一抹自信和来自神的祝福 洋溢在了他的脸上 这就是我最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一切呢交给神 毫无保留的相信他的神 神会给他信心给他力量 让他永远不忘信仰的力量 那么按照阿南德的预言来推断呢 信神的川普 虽然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在祸害他 但川普呢 因为是一个虔诚的信神者 在神的忽悠下 川普必能扫除邪恶力量 让美国再次伟大 让世界重归正轨 所以呢 川普的结果就是有惊无险 最后成功连任 阿南德在9月呢 曾接受一个YouTuber的采访 对当今世界呢与政府进行了解读 他说 依据印度的废陀经书 现在世界是把原本正确的东西当成错误的 而原本错误的东西 却被认为是正确的 人们需要为真相奋斗 需要揭露真相 阿南德同时也指出 所谓的政治精英可能暗中计划某些邪恶的事情 如果他们这样做 很快就会遭到报应 因为这是自然的法则 人们应该尽可能的做好事 做对上帝创造的所有生命都有益的事情 否则会受到神的惩罚 阿南德所指的所谓的政治精英可能暗中计划某些邪恶的事情 这不就是对应到目前通过大选舞弊 企图实施政变的拜登们和操控他们的深层政府吗 阿南德说的这些呢 用我们中国古话来讲 其实是善恶有报 是天理 老一辈呢 常讲人在做天在看 这绝对不是假的 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利财富 但只要昧着良心干坏事 都会有他的报应的后果 所以呢 这也提醒我们 一定要保持善良 重视道德 就会有好的未来与福报 因为人的善心善念非常重要 谁能守住这个善念 谁就能走到最后 谁失去了善念 为了利益与贪欲 做尽坏事 只能得到毁灭的恶报 今天的人类呢 因为道德的败坏 同样面临了选择的问题 但是人能能得救 能否走过预言中的劫难 完全就看你的选择 你是选择善 还是选择恶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些预言中 得到启示 能够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呢 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做出符合天意 善日善级的选择 平安度过 即将来临的劫难 第三只眼睛 带你看世界 今天有关阿南德最新的预言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更多精彩预言还在下集 感谢你的点赞 订阅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感想呢 请给我们点评留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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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